大家好 今天是11月11日 星期三 市高台有少少反覆 其實也不是少少反覆 雖然指數上落幅度不明顯 但騰訊明顯跌得比較多 阿里巴巴亦受壓 連京東美聯典併都出現近期比較罕見的回渡 一直受追捧比亞迪 也落回160元 坐近水壁 唯獨是舊經濟股持續上升 尤其是友邦已經創了高位 匯控亦咬住39元 直至40元的關卡 即使新經濟股有少少受壓 只要傳統經濟仍然繼續向好 整個大市 我相信是抓住高台 相對今個月的低位是 2日的24,232點 市現在這一分鐘 在接近今個月的高位 26,474點左右 但有一點大家要留意 由於指數現在升到250片線比較遠 即是技術上 形態上是安全的 況且 這一日兩日 10片線會攻破250片線 再出現一個另外的黃金交叉 由於一個月的高低位 一般來說不會在7個交易點之內出現 即是2日出現今個月的低位 高位應該是月中 或是下旬時間才出來的 目標當然是直至7月7日的高位 即是26,782點